香克斯一共使用过三次预见未来 有两次都是用来救路飞的性命 在剑纹色的修炼方面 香克斯绝对是最强的人 不仅能用剑纹色预见未来 还拥有让敌人剑纹色失效的绝技剑纹杀 在对战基德海贼团的时候 香克斯使用了剑纹色预见未来 探查到基德会摧毁手下的附属海贼团 这让香克斯特别愤怒 他瞬间来到基德面前 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神币 秒杀基德和基拉两兄弟 和之国篇章完结时 香克斯也使用过剑纹色预见未来 当时武士联盟击溃百兽海贼团 陆飞等人也在修整伤势 大将绿牛一个人来到和之国 瞬间干掉百兽海贼团的残部 他拿着陆飞的悬赏令 扬言能取下新任四皇的脑袋 回去找赤犬妖宫 香克斯探查到绿牛的行为后 发动超远距离的霸王色 吓得绿牛仓皇而逃 有不少海米决的 香克斯是在救绿牛 一个大将不可能打赢陆飞等人 从绿牛能秒杀赤翘九霞与大河来看 他的确有对陆飞性命造成威胁的实力 香克斯之所以如此愤怒 也是预见到陆飞会有威胁 才出手喝退了绿牛 当年去马林范多救陆飞 香克斯也使用过一次剑纹色预见未来 看到巴基将陆飞和圣平送到罗的潜水艇上 大将亲自立马出手攻击 发动冰河时代将整个海面冰封 垃圾路见状表现得很紧张 香克斯却显得十分淡定 甚至当黄源攻击潜水艇时 香克斯没动手阻止 也没让手下阻拦 从这一系列的行为来看 他一定使用了剑纹色预见未来 知道黄源和亲自两位大将的攻击 不会对陆飞的生命造成威胁 难道说 被东海带鱼咬掉一条胳膊的时候 香克斯还不会剑纹色预见未来吗